到了是吧 到了 这就是我家了 行行行 那就这样啊 拜拜 谢谢你啊 哎呀 哎 拜拜啊 哎呀 你干嘛呀 哎呀 那个男的是谁 司机送我回来的 你看你什么人的臭臭你都吃 哎呀 司机 哎呀 还司机呀 司机有那么亲密吗 还拜拜呢 你以为我没听到啊 你以为都都像你那么没礼貌啊 我没礼貌啊 你看看你 做了什么事情啊 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还肚子大起来了 还说没有那一回事 我就是吃胖了 怎么了 吃胖了 你以为我不懂啊 师傅回来啦 妈 回来就好 你看看你的儿师傅啊 这个肚子怎么回事啊 都大起来了 对呀 怎么回事啊 师傅 在下面吃辣条人家请我吃就大了 那胖了 哎呀 他还说是胖了 这分明是有了 快点说 这是不是感觉那个臭男娘呢 你瞎说什么呀 都说人家是一个司机送我回来的 那是谁呢 哎呀 儿子屋 我也是过来人 难道我不懂吗 就算是有了又怎么样啊 那不是你们家的种吗 我们家的种啊 你从大年初五你就去广东 现在啊 你才回来 我一次都没去看过你 对呀 一年了 那不更好啊 你们一分力都不用出 就白白得一个小孩 哎呀 帮别养小孩 伤风败俗啊 什么伤风败俗啊 你看我嫁给你那么多年了 你让我肚子大起来过吗 这证明你能力有问题 你懂不懂啊 那你也不能够干这种事情啊 我看这种事情又怎么了 你看看你啊 你们家里 你老妈 你一个个养的那么肥肥胖胖 你以为是谁的功劳啊 要不是我在外面辛勤努力打拼 没日没夜的工作 你以为能让你们两个那么安心的 在家里养那么肥啊 行 说了好像没有 你这个地球就不会转一样啊 我们就不能活一样 对呀 行 没有我啊 地球是照样转 但是没有我啊 你们家我估计啊 就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 你看你这样子回来 把我们这个脸都丢光了 是 你赚了一点钱不错 那你也不能这样子回来啊 这么缺德啊 我赚钱我就最大 我出去努力赚钱 给你们在家里吃喝玩乐 到头来还嫌弃我了 我看你啊 剩下不肥就中间肥 这么不守富斗的人 孩子 这种女人我们不能要 就说我们仇给不要了 对 离婚 必须离婚 你们母子两个今天运气了啊 要离婚是吧 行 我告诉你啊 离了我啊 我看你们两个 还怎么过得下去 一个个在家里 尸体不勤的 光靠我一个人的工资 养你们两个 嘿呀 现在还嫌弃其我来呢 要离婚是吧 行 必须离 不要后悔跟你们讲 后悔这个屁 嘿呀 办法我们冲着冥箱 把我们男人的脸都丢光了 我们啊 要活得有尊严 也要压到后悔去 对 我们虫是虫了一点 但是这种女人我必须 要她离 不 直接砍她 去她跟她离婚去 行 骂我 那我就先走了啊 真的是 就算我们 半日绝村 也不要这种人 真的是 有什么事 好 我根本就想要